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 特约记者雄斌采访报道 江苏严城民众 死人明显增多 殡仪馆爆满 大陆疫情从未消失 但是几乎找不到路媒的相关报道 因染疫死亡的信息更被官方封锁 近日 江苏严城民众透露 当地死亡的人明显增加 办丧事的人比之前多了一倍 殡仪馆爆满 江苏严城市民 死人很多 殡仪馆爆满 江苏严城市民李先生 告诉大纪元记者 最近发热的人很多 他本人就中招了 持续咳嗽 嗓子哑得厉害 我知道最近死的人很多 殡仪馆满了 没地方放遗体啊 他透露 他朋友的妈妈去世了 原来说遗体要放到某个殡仪馆 我要去吊校 他说那个殡仪馆都满了 没办法 换了一个 去了一个很远的殡仪馆 我去吊校的时候 看到送病的人很多 江苏严城市民陈先生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过年前有一波疫情挺厉害的 年后仍然有 他说感染病毒的人挺多的 大人小孩都有 可能是又痒了 表面症状像感冒 我和我家人 老婆都有症状 我们就吃了药 是什么病毒不知道 就是浑身酸痛 无力 像中了病毒 我们觉得是感染的变异病毒了 陈先生对记者透露 最近一段时间 当地办丧事的比较多 比以前多不少 在农村乡镇 我父亲经常替人家主持丧事 他告诉我 丧事比以前多 这个冬天工作量比以前要多一倍吧 有时候一天有两户人家找我父亲帮忙 他忙不过来 就推辞了 只能去溢价 2月16日 IP属地为江苏的甄选创意发出视频 曝光当地乡村办丧事的情景 2月19日 IP属地为江苏的极客5安3Y5也发布视频 记录了当地一户村民办丧事的部分过程 患奇奇怪怪病的人很多 江苏徐州市某县从事教育工作的王赫 对大纪元记者透露 中国新年前的一段时间 感染病毒的人比较多 今年所有发烧感冒的 我觉得都是感染了新冠 但是现在政府不提新冠了 任何这方面的字眼都没有了 我感觉应该还是新冠病毒 王赫提到最近死亡的人很多 我认识的就有几个去世了 我的一个同事 今年才50岁 有癌症 去世了 还算是轻壮年人 他还说现在离患癌症的人很多 我单位同事中患癌症的特别多 朋友里面的癌症的也特别多 得心梗 脑梗 脑出血的也比较多 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病的 现在也特别多 这应该都是新冠的后遗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